欢迎大家分享一下 看豪宅真的不是每一个可以进去看房子 我曾经在学生时代当过房仲打工过 所以我知道 譬如说豪宅他不会在 比如说像信义联寝好了 他甚至连在线上 网路上他都不会有要卖的物件 他都是私底下 而且他一定是非常非常信任你 他也不会在路边摆一个说我信义联寝 原历信义联寝要说不可能 所以你不可能一定要有内线 你才知道这里面有房子要卖 你可能不一定知道这里有物件 对 那你那个房仲 他跟你联络的时候 他一定会过滤你的身份 医生喔 信义联寝不用看他不会去啦 他不会让你下去啦 医生不会啦 那他会先调查说 请问你是为什么要买房 你的经济状况怎么样 是要做什么用的 你的行业他都调查 那个中介都要问得很清楚 好他说好 那我们再来跟预约时间 我来跟屋主讲一下 然后屋主一定要同意 你的身份 让你进去看 OK 好第一关屋主同意了 对 好那你 光这一关不知道过滤到多少人 对 那你要进去嘛 所以你要进去 进去看 他还要保全 还要更过滤喔 对方屋主要不要确认 什么时候都确认好 进去看 进去看不是说你想去 然后你看就看 没有不好意思 譬如说你想看 屋主只说他只能看这个地方 其他地方你就不能看 因为他有很多公共设施 譬如说有游泳池 有健身房其他的 不一定屋主觉得说要让你看 也不一定喔 好那看完以后呢 不会 这已经不是 杀价的问题 是要不要的问题 这整个管委会呢 屋主他一定 他们一定会 要有人介绍 对方我是这个 处住的亲家 我处住的朋友 我的财力 经济实力相当 那整个管委会他们会 内部会有内规决议说 他大概 比如说你上市贵 你的资本额大概要多少 你的价值要多少 我才让你住进来 是这样 所以刚刚慈琦在讲的 那个信义录 我有一个消息是这样讲 里面的住户 她说 因为佩琪去看了 因为那个真的也蛮贵的 大家不愿意 那是怎样 不愿意 因为他们认为说 他们不想让他们很安宁的环境 每天像菜市场一样 每天媒体要拍就拍 记者会就记者会 然后每天都在讨论 他们家住在哪里 不愿意嘛 因为你有一定 有钱人重影师 对 他当然重影师嘛 他不愿意你要去大辣辣的